好 我們現在是在台東機場的候機室 那麼您看到其實原本航空公司在這邊 這班機本來已經要起飛了 是要從台東飛往台北 可是您看到現在很多的旅客 都還是在候機室來等待 主要就是因為現在整個天氣的狀況是滿差的 在台東現在下起了非常大的雨 而且還是伴隨著雷聲不斷 那麼現在整個班機也是有延誤的情形 稍早的時候是有廣播說這個延誤的狀況 主要是因為受到天氣的關係所影響 只是說到底會延後到什麼時候 目前都還是未知數 那麼雖然說小犬颱風是已經遠離我們了 但是它所帶來的外圍雨帶 還是持續的影響著 尤其是在台東的比較偏南的地區 這個雨勢其實一陣一陣進來 從今天上午開始我們就可以非常明顯的感受到 那麼氣象署還是持續針對台東 是有發佈好雨特報的 那在剛剛稍早的時候就開始下午下池了這場大雨 目前在台東的航空的班機部分 也都是有延遲的狀況 以上就是現場的最新消息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